奥峰 作者 峰行列 我是莫林 精彩马上开始 第九百六十七集 一时间 众人都被这个劲爆的消息给吓了一跳 继而纷纷露出了惊喜至极的神情 终于 在长达数千年之后 革命军这一方也有了真正到达大军王级的强者 太好了 这下杨叶陛下和革命军的兄弟们会高兴死的 姬亚哈哈大笑起来 如今 青阳重部落和革命军关系处得非常好 患能修炼者的训兽和炼器都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双方也自然称兄道弟 分外热络 拍拍奥峰的肩膀 金雅迫不及待地道 走 我们快点下山去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金雅一时太过高兴 却并没有理解奥峰所言的真正含义 他没有注意到 奥峰所说的并不是清雪 胜过琴舞 而是不论哪一个都能远胜他们 不过 奥峰的性子虽然不喜欢扭扭捏捏 故意装逼 却也不爱显摆 微笑着点点头 并没有再说什么 随着金雅一行下山而去 城中的部落小阁楼内 千计灭 阴富之 青阳 左云生等一行朋友 接到传讯都已经在此等待多时 这座阁楼的附近 如今发展成了革命军的一个小型驻地 两年前 参与探幕行动的所有人员都在此地定居了下来 今天组长 干脆派人将周围稍加建设 让他们定居下来 自成一个小团队 只听从奥峰的调遣 奥峰 奥峰 看到门口那道熟悉的红色身影 青衣角色美少年 满眼喜悦 一下子扑到他身上 抱住他笑道 哎 你这个臭小子 不要每次都黏着换神大人 让人看见了 成何体统 左云生极度地红了眼 冲上前将青阳拉下来 凑着一张脸道 我和奥峰的关系可是非比寻常呢 抱一抱又怎么样 你这个大块头 妒忌我就直说 不要每次都找这种别角的借口 美少年却不买他的账 翻了个白眼 哼笑一声 自从青阳接触人类的社会越多 越发地开朗了 他的头脑愈加灵活 口齿伶俐 有点小嚣张 还有点小阴险 性格上倒是和奥峰更像一些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在体内寄宿久了 受到了影响 三年前 刚化身成人的青阳 还有点不太会和人交流 很长时间话都不说一句 只是一直跟在奥峰身边 现在他也有了许多朋友 这让奥峰觉得非常欣慰 拍了拍青阳的肩膀 奥峰转向室内对众人一笑 各位 我回来了 音妇之等人也齐齐一笑 奥峰 欢迎回来 招呼过后 奥峰静自来到堂内坐下 打算和他们说一说接下来的计划 哪知屁股还没坐热 门外又传来了一阵吵嚷 杨叶也带着一大队人浩浩荡荡满面笑容地推门进来 大笑着道 哈哈哈哈 欢神大人 军团长大人 可真叫我们好等啊 这位副军团长大人 平日里多是儒雅的样子 很少会笑得这么灿烂 想来已然是听金雅说了清雪的事情 正处在惊喜至极的状态中 他是满面傻笑 满眼惊喜 而奥峰等人也被他带进来的一大群人吓了一跳 跟着杨叶进来的人足有上百 将小小的阁楼客厅一下子就给塞满了 令人吃惊的不是这个数字 而是他们的修为等级 这一百余人竟然全部都是君王级的强者 这是开的什么玩笑 上百名君王 这是从哪里变出来的 百名君王去攻占三四个主城都足够了呀 杨叶面下 他们是 奥峰瞪着眼 骇然地问道 清雪也颇为意外地看了这些人一眼 到先一步半笑着开口了 小枫 他们都是我们革命军军团中人 革命军中人 奥峰眨了眨眼睛 目光一动 难道杨叶陛下召集了所有各方分团的强者 换神大人果然聪明啊 杨叶身旁一名全身火红衣装的俊裔男子笑了笑 副团长在半年之前就对各方分团的高层军王发起了通知 让我们集体到青阳来集合 说是有什么大行动 我们还在疑惑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以为要来夺取主城呢 没想到竟是八代换神现身了 这都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去忙我们这么久 军团长大人 您这可不厚道啊 我也是怕知道的人太多 若是不小心泄露了消息 会对小枫不利 眼下正是小枫要夺取幻神传承的重要关头 容不得一点大意 清雪面容严肃地道 目光转向傲锋 却又立刻柔和下来 小枫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南方的分团长 我革命军的凤凰圣主 拥有幻兽红卵火凤的秦祥陛下 秦祥也是一名高见君王 和杨叶在同一个等级 除了他们以外 这里还有一名七见君王 清雪又指了指 那名一身淡金色衣装的 俊秀男子道 这位是柳言陛下 拥有幻兽金规的玄规圣主 北方的分团长 二人随着清雪的介绍 齐齐向傲锋 恭敬地微微俯首行礼 傲锋也冲着他们点点头 早闻我革命军中高手如云 今日一见 果真名不虚传 两位分团长 也是不凡的人物 要说不凡 谁又能和幻神大人相比啊 金医的柳言 但笑着说道 幻神大人 年纪轻轻 便已是六见君王 离我们仅有一线之差 真叫我们这些 修炼了几千年的老家伙 惭愧不已啊 那可未必 清雪却淡淡笑道 能量等级 虽然是你们更强一些 但真正动起手来 你们却绝对不是小风的对手 别说你们 就是我这个做师兄的 一不小心 都得在他手上吃亏呢 什么 众多君王 不禁一阵恶然 惊诧地望着奥风 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他们刚刚还听 杨叶副团长说 清雪 如今已经成了 大君王级的强者 奥风 区区六见君王 有什么本事 能让大君王吃亏 一时间 他们心中 都以为清雪 这是在为奥风造势 夸大了他的实力 毕竟双方都是患能修炼者 想靠御甲术越级挑战 是行不通的 他还是一跳两个坎 直接能对付大君王了 这怎么可能 看着众人的神色 奥风就明白 他们心中所想 不由地微微一笑 对柳言和秦祥二人道 两位陛下 我们还是初次见面 对双方还都不是很了解 不如稍微切磋一下 加深加深感情 也好为在场的 众位君王陛下们 祝个姓 你们意下如何 自家师兄 既然已经放出了话 奥风知道 也该在他们面前 录一手了 这么多双眼睛 都在看着他 若是夸大了言辞 却无法做到 只怕日后难以服众 君王级的强者 又有几人 没有一点傲气呢 解错 柳言二人一愣 随即露出了兴奋之色 既然幻神大人 有这个兴致 我二人岂敢拒绝啊 秦祥笑答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